哈囉 大家好是青藍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我們為了的勇者喔 那大家看到我這隻角色的話 那大家不要誤會這不是我們的木遊小喔 看看我們左上角這邊的話是我們的 忍者終於登場啦好不好 所以接下來的話哲平就要來衝一下我們忍者 那目前來說的話呢 我們最近其實我們這個那個 魔女的武器秘寶又登場啦 然後哲平這邊剛好又有70抽 所以我們大概明天或之後天的話會來做一波那個 70抽 然後先看一下能不能先抽到我們就是那個 木屬的忍者武器喔 如果有抽到的話 我們就不需要用我們就是秘寶寶箱去換了 因為之前的話哲平這邊有一個那個秘寶寶箱啊 這邊的話是可以換一個我們就是那個 超越的武器喔這邊好不好 所以到時候如果我們這一次的這個就是 木屬的這個魔女武器加倍 沒有抽到我們的木忍者的東西的話 那我們可能就是自己用那個就是魔女寶箱把它換出來 那這次抽70抽的話又有另外一個魔女的秘寶了 所以可以再考慮換一下什麼超越型的武器囉 那目前來說的話今天剛好是那個 技巧事件這邊剛好是我們就是那個 木忍者的這個 深淵獵人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木忍者的話會有哪些一些蠻酷炫的東西 那大家推薦的就是我們這個 迷霧之銀海德拉喔 那這邊的話五星之二會獲得我們這個潛影突襲啦 那每層潛影突襲使你獲得1.5%的那個暴擊傷害 並使你的 葬送斬每次閃避14%機率對目標施放拔刀 然後去裝備拔刀技能然後最多可以放石層的樣子喔 所以這邊感覺蠻酷炫的 然後裡面的話我們的木忍者最重要的技能就是我們這個拔刀啊 然後還有我們這個 葬送斬喔 彈送斬是我們就是比較大招的一個東西 然後後面這個人血的話是增加我們這個 有幫暴擊傷害的喔 所以忍者的話感覺就是那個打暴擊傷害那種感覺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是我們這個 挖盾術變形為青蛙型態 青蛙型態每秒會回復3.05%最大生命和5點的能量 每秒減少傷害類技能1秒冷卻時間 所以他可以就是變成我們那個青蛙型態去閃避一些招式喔 OK 那我們就來挑戰一下我們這個深淵獵人 看一下忍者的話 木忍者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喔 感覺應該蠻帥的 所以我們大概應該就是要先來這個 喔呦 欸真的很帥喔 欸欸欸我們這邊 欸不 等一下 很帥是很帥啦 但是我們 我們掛彩了欸 等一下等一下 這有點難玩 然後他這寶招斬會一直順傷 一直這樣閃 感覺蠻帥的 欸真的很帥 但是我覺得是不是因為我們等級太低了 所以我們這邊打這個關卡會打得很吃力啊 感覺是這樣子的感覺欸 因為以前的話基本上沒有那麼痛苦啊 然後變身為青蛙型態的話可以那個 可以做一些事情 我們稍微賞一下攻擊喔 哇 欸很難欸 我的 我的這個必要花在這邊 花爆炸 我原本想說我們應該很簡單 結果沒有辦法欸 這個應該是葬送斬吧 他會一直刷來刷去 這我覺得 這難 我覺得應該是跟我們那個就是 角色等級是有關係的你知道嗎 因為像我們之前的那個 之前的我們打那個 打我們那個 木屬遊俠關卡都沒有這麼困難欸 我覺得應該是 跟我們那個 跟我們自己角色等級是有關係的 然後 上送斬是可以順到別人身上 所以其實我覺得還算是不錯 至少是可以幫你就是 閃一些攻擊的欸 所以其實這隻角色的話基本上 還蠻多招式是可以閃攻擊的 我覺得還算是可以的樣子喔 好 沒問題 然後挖 挖變速也可以 然後 這邊加油 拔刀有點帥欸 這隻 哇 欸不是 我們今天到底在幹嘛啊 浪費復活幣的喔 雖然我平常沒什麼在用復活幣啦 但是我覺得今天這個 真的打的不是頂好的喔 真的不是頂好的 然後他好像施放招式都有機率 可以觸發那個我們那個什麼 觸發我們那個拔刀斬 有點帥氣 欸 有點疼欸 有點疼欸 我覺得完蛋了 完蛋了 完蛋了 啊 欸不是啊 到底在幹嘛啊 完了 我覺得我應該是一開始要先挑戰那個 就是比較簡單的那個才對 我怎麼會先挑戰這個這麼難的 欸他是不是有那個影子啊 喔喔喔喔喔喔 好帥 對到一個不歪頭 喔喔喔喔 欸 那個拔刀斬如果一直出發的話很爽欸 哇喔 真的很帥 這拔刀斬 厲害了我的天 但是我覺得 我們真的要好好努力就是把他練起來一下喔 然後這個杖送斬這些的話都可以就是幫忙那個就是 我們那個什麼 杖送斬都可以幫忙我們就是那個 幫我們就是 喔好帥喔 他拔刀一直板 一直砍 一直砍欸 算到一個滿點欸 真的是很帥啦 但是我覺得我們現在好不好就是 能力有點不足欸 我們再打一場好了啦 我覺得這個 練一下走位其實還是可以 而且主要來說應該要觸發他的那個拔刀 因為 剛剛你看觸發拔刀之後 其實 他就是 可以一直瘋狂的連斬 其實還算是蠻ok的啦 所以要 要想辦法觸發一下拔刀 然後杖送斬可以閃攻擊這樣子 所以 其實我覺得木人真的是 還算蠻酷的 喔你看看看 好帥喔 一直連斬 一直連斬 你看 就斬到 比剛剛還要多下了 他真的是機率性的觸發嗎 然後我們要 先去吃點 哇 這不行欸 好難 好恐怖喔 我真的覺得我們自己角色的那個能力是有 是有關聯的 喔 有個帥氣 帥氣滿一點 這隻 好不好 果然是哲平會想要玩的角色 你看看看看這個拔刀 你看這個拔刀 超級無敵帥的各位 那我記得應該是變青蛙的時候也可以閃避一些攻擊吧 哇不行 這個 我們這邊的話 大概知道他大概要怎麼去閃他了 但是就是還是要小心一點點 哇 有夠帥的啊 好險 好險我 我決定要來玩忍者了 你看這個拔刀 哇 你只要順利的用出這個拔刀就很神欸 所以到時候我們要把武器全部都用到那個海德拉身上好不好 海德拉直接 把他弄起來應該會蠻爽的 直接刷到全場 看 只要有弄出拔刀 其實說真的他的那個 能力就 就是傷害就很大欸 就不用擔心就是 會打不贏了 一開始我們真的是沒有用出拔刀啦 然後 這隻 這隻魔王的話 基本上他的這個攻擊真的很痛 所以要小心一點點 那我們可以用這招來閃掉一下 這超像是武士的感覺欸 其實他不是忍者吧 他是武士吧對不對 帥氣滿點 他大概就是一個那個 會鎖定人的那個 然後會彈牆壁的這招式 所以這招的話要閃掉好 基本上就沒什麼問題好不好 我們打第三次基本上已經會打了 然後我們還有葬送斬可以去閃招式 喔這超帥的我的天啊 你看這拔刀 帥到一個爆炸 超愛的欸 我真的覺得超棒的 這拔刀真的超猛的喔 小心一點點 其實基本上應該還是有辦法自己打掉啦 這個 先閃掉就可以了 然後還可以用戰送閃 這怎麼那麼帥啊 我的天啊 你看看 你看又兩攻又兩攻又兩攻了 拔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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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超猛的 真的超猛的 超喜歡好不好 愛上了愛上了好不好 不得不愛啊各位 48等就可以拿到這麼帥的角色 如果你想要更快一點點的話 你就是直接去那個 直接去那個就可以了喔 更爽 直接去那個 買他的卡片就可以了 那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可能就是要先打一些小任務 先把他的等級提高一點點喔 可能沒辦法打到這麼上面的任務 然後 忍者的話 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就還在努力的練習當中 然後 我們大概 明天吧 明天找時間來先抽一下 就是那個 木屬的武器 看一下能不能抽到那個 海德拉 如果能抽到海德拉的話 我們基本上就是 趕快8時間把海德拉練到那個 五等喔 就是練到五星 先拉到五星之後的話 我們的那個就是 忍者的能力就會 像剛剛那個一樣猛了 就會一直瘋狂拔刀 一直拔刀 超級無敵帥氣的那種感覺好不好 真的是有夠帥的 帥到一個滿點欸我的天 但現在比較麻煩就是 我們那個忍者就是 血量真的感覺就是有點低啊 而且我這個裝備其實是已經 拿了就是 木遊俠的裝備了欸 但是還是 還是血量有點低 所以沒有沒有說那麼簡單 但是 今天這個 每日任務解完之後的話 應該就可以那個了 就可以讓他就是 你比較比較高等一點點 應該是可以喔 有點難打 但是 我我相信我已經看到他未來的影子了 他未來真的是 世界無敵條的 直接那個 直接那個拔刀瘋狂拔就可以了 超級無敵帥氣 帥到一個爆炸 而且 超級無敵帥的是哲平很喜歡的 因為哲平很喜歡武士刀嘛 那 法刀基本上就跟武士刀很像有沒有 就很帥 然後這邊的話我們忍者的第二招是 這個的話是一個 羽毛 就是你要先瞄準地方然後他就會朝那個地方 一直射擊一直射擊 所以這招的話大家可能要 施放的時候還是要自己知道一下就是那個 要怎麼去拿捏那個距離範圍之類的喔 超級無敵帥氣欸 只是現在真的是比較容易死啊 但是沒關係 私底下的話哲平都會再把他練高一點點喔 哇 超級無敵期待後面的那個 八刀術了 那感覺砍那個王就 就把王給砍爆了 超世界無敵猛的那種感覺 然後我覺得盡量把那個就是羽毛那個地方的話就是 換成就是 往怪多的地方擋 應該會比較好羽毛這樣的話基本上 就可以幫忙就是打一些東西 我只是這些 這些敵人真的是 也是還蠻硬的 畢竟因為我們現在才四等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我們才四等喔 大家不要以為我們真的很爛喔 我們是四等而已喔 哇我們現在才四等 就在那邊越級打怪了我天 啊又爆了 今天真的是瘋狂誇我們復活幣欸 好險我復活幣買了很多啦 買那過一段時間應該就不用復活幣了 但忍者的話應該就是比那個 比那個什麼啊 木遊俠還要還要再更會走位一點點 因為畢竟他是佔一個那個拔刀的距離 也是比那個 木遊俠的那個傷害還要比較近一點 但其實我們木遊俠的話之前都用那個 一招技能啦 所以那招技能的話基本上 也是要佔蠻近才會打出一個比較大一個傷害 這樣的感覺 所以也不太一定 好沒問題 GOGOGO 這樣就可以順順順刷起來了有沒有 加上這個二技能的話基本上 就可以射滿點 好不好直接把別人給射爆 看一下這隻是誰 喔是我們灰燼使徒欸 灰燼使徒也算是一個 蠻會閃的一隻角色喔 我們就是用這樣方法來慢慢消他 慢慢消他 拜託你不要再亂動了 灰燼使徒 可以不要再亂動了嗎 你讓我瞄準一下鎖定一下好不好 這個其實就是抓好距離就站在原地不用動就好了 這招的話其實蠻好閃的 你可以不要動了嗎 完了這招 這招要閃了這招沒辦法 這招的話對我們這個忍者來說就比較尷尬 因為我們沒辦法就是直接正面的瞄準他 這招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好射爆沒問題 還行啦我覺得還行 而且忍者目前來說其實我們才4等 所以其實 威力來說的話真的就還蠻不錯的 我自己個人是蠻喜歡的喔 所以大家如果喜歡忍者的話好不好 真的 48等 來體驗一下 你看那個就是我們那個試煉這邊就知道啊 剛剛試煉打的多爽啊 直接那個拔刀一直砍一直砍 然後那隻王一開始我們血量真的差很多 但是現在直接就直接把他給打死了 完全沒有問題耶 所以接下來的話 哲平會私底下來瘋狂練一下我們忍者啦 所以大家如果對於我們忍者有哪些一些問題啊 或是你覺得忍者是超級無敵帥氣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給哲平知道喔 也可以幫哲平影片點個喜歡好不好 那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